然後再跟大家介紹一下裡面這一件襯裙 我穿的是黑色 然後他的肩帶 給大家看一下肩帶的部分 肩帶的部分也是可以做調整的 對 你可以依你的高度去做調整 或者是你的搭配 因為你看像我比較高啊 如果我今天懷孕 肚子真的那麼大 可能會感覺外面這一件洋裝有點太短 然後你裡面就可以再加一件襯裙 就是不會曝光之外 然後你又多一個造型 就感覺這件洋裝又更不一樣 裡面是襯裙 它是整件的 對 然後是細肩帶的 細肩帶整件的 然後身上穿的是黑色 然後還有白色 這個也很可愛 就可以配你剛剛那個罩衫 對 或者是像剛剛親眼介紹的這個 對 就搭在裡面 對 這樣也很可愛 對 加了襯裙就會感覺很高級 沒錯 就是質感會更好 而且其實它是算是綿麻的 綿麻的 是涼涼的 對 不會很熱 然後就是像剛剛親眼介紹的那個 花花襯衫 我覺得這個造衫 這個上衣啊 其實你這樣搭 你就把它當成 上衣這樣穿也OK 對 然後或者是你把它當成外套 造衫 對 就是當造衫 當外套的話 這樣穿也很好看 對 這樣也很好看 稍微長一點也OK 襯裙它本身沒有彈性 但是它的版型做得很大 對 一般身型的媽咪都可以穿到身沒有問題 屯尾超過100OK喔 對 你看你如果穿起來還有空間 而且肚子已經這麼大 對 肚子已經這麼大 可是還是有一點空間 誰 親愛的 對 歐巴 敬打